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向左網》的節目時間又回來了 我們節目未開始之前 送給大家觀眾一件意想不到的禮物 因為今天我們有做首宇的惠蘭 在這裡幫忙 多謝她 然後因為這個惠蘭 佔了我螢幕某個位置 所以現在就送給大家一條蕉 這條蕉是怎樣送給大家呢 就不是請大家吃蕉 當然吃蕉有益心心 特別是吃得肉多的朋友 但是大家記得上次《山果金》這件事 都是一條蕉引起這個軒然大波 甚至很多朋友都覺得 議員扔蕉有什麼資格 有什麼能耐做立法會議員 但結果各位議員 依然很順利地成為今屆錦隆西的立法會議員 可能要重新去世多次 我覺得他是議員 只不過沒有練到世遲 就暫時不做得 大家少安無從 或者突然間咳幾聲 我覺得很好的 試一下它的底線 好了 就說蕉這件事 多一句 大家知不知道 曾經在這條蕉 大家在說話 說完之後 發生了一場偶鬥的一條蕉 話說大家可能看世界盃 可能不看世界盃 但是世界盃廣播是大宗傳媒 大賣廣告的大城市 球迷捱奸底爺的大笨事 好了 話說有兩位廣播的人 已經辛苦了 就在廣播 就說羊球盤 輸了就要吃招 有位叔叔就不吃 就不讓你那位後悔的回答他 所以其實你看大眾傳媒 真的要警醒 大家在說話的時候 就正襟危坐 一說完之後 因為吃不吃招的問題 都要打一餐懵 就招數 所以你看大眾傳媒就是這樣 金玉其外 敗稅其中 所以大家對於傳媒 不可以過分盡順 要保持這個警惕 就等於招一樣 此一招和彼一招又不同 當日我記得 毓民興就坐在我旁邊 那些招藥我買了 我又買了雞蛋和其他東西 毓民就拿著這個 招好之後 你知不知道 譚耀宗也有話要說 然後 你真是倒行逆施 如果你再是 生果金 如果加這麼少錢 都資產審查 倒行逆施 倒行逆施 知道為什麼嗎 要死人 倒行逆施 回頭想 回頭想 現在說 我們拚招倒連的人 如果政府繼續 是一意孤行 那怎麼辦呢 就是 我給你二十九萬人 每人加多一千一 那就算了 怎麼辦呢 到底 是不是梁振英這個爛鬼政綱 這樣 就是 履行之後 香港的老年人 就解決了問題 當然 多錢 這個就沒有移民 始終有人會接錢 所以其實 今天講的課題 就是怎樣 到底 一個政府 有沒有責任 去令到 年老無醫的人 他有一個合適的生活 這個合適的 尺度在哪裡 這個真的要考慮 因為我聽到很多坊間說 有些人說 自己是中產階級 以周永生為例 就是 他不是中產階級 我覺得 有沒有搞錯 他不是 上層的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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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 我們發明給梁先生 今天要實行 如果你不斷派 每天審查 那就做不到 周先生 我真的想問周先生 我們有這麼多錢 正買來做什麼 是不是攝棺材 是給梁振英和周先生 攝棺材 不是給老長姐去用 我們有問心說 你說香港真是 在這個歐元區 當日這個馬城協議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 九十年代的初期 叫做馬城協議 就是說到底歐元區是怎麼搞的 有五大條件 五大條件 連發起的德國都搞不定 包括你有沒有財赤 有沒有預算的赤字 你有沒有足夠的盈餘 九十幾樣 有五大條件 德國自己的自食其言 我們一口吃光 就是我們完全符合了 歐元區五大條件 昂然直立 因為這麼富庶的地區 你說有些老人家 或者是越來越多的老人家 是過不了勢 你真的在說什麼 這些是什麼知識分子 這些是公共知識分子 還是中共知識分子 還是雲端知識分子 你搞什麼 做不到 哎呀 這樣派下去 做不到教育 做不到什麼 說什麼 周先生 聽商業電台的老周 聽他 即是說什麼 那些助奏違約的知識分子 表面上是很理性 表面上有個論述就是 如果你不做一個審查 你這樣派 第一派給一些無謂人 第二不可以繼續下去 你現在在說派多少錢 2,200元 等於220元歐元 真是說話 實際上 我就覺得 現在原來有多些怪話 又慫恿一些中產階級 有什麼理由 所有人都派 李嘉誠有 我主張這樣派 一定要審查 說什麼 中產階級 你不覺得 為了免除人的痛苦 為了行政簡易 就這樣派不好嗎 只有2,200元而已 不是派到6,000多元 最低工資不是派到那裡 就是工資的三分之一 遲些通脹升 2,000多元 其實也不足夠 是啊 如果30元一個小時 這樣算 最低工資 就是 你做8個小時 就240元 算你 26天 也算到多少錢 7,000多元 那你2,200元 最低工資 回足工的 三分之一 都不足夠 那你還要說什麼呢 所以我想 其實 整個爭議背後 究竟是否因為 我們政府不夠錢 所以就要有入息審查 不是 A人是很怪的 你說事實的時候 是說原則 你說2,200元很少 不如就這樣派 免得 又要搞面試 又要阻止阿佐 是否有問題 總之其他人有就算 是不是 阿哥 他又不好 他又改了 現在這個不是很老 這個是幫助 最有需要的老人家 香港最有需要的老人家 靠你那2,200元 去吃飯 真糟糕 你不知道現在這個政府 就是說 我和你講原則 你就和我講道理 我和你講道理 你就和我講廢話 你就和我講廢話 我又和你講道理 這個政府現在基本上就是 我不會理你 總之我一定不會回應你的 疑問 或者回應你的質疑 其實很簡單 如果他有個路線圖 然後有時間表都可以談 你就2,200元 你何時會過渡到3,000元 全民退保 改革 今天張建忠說 很難的 兩議員 你知道 又要搞強積金的2.5% 有反彈 一會兒 這個 脂肪又覺得有問題 我就說 你說什麼 你這個政府 是有個管治的 是不是 你不帶頭去 叫我打擊這個 有錢人 我一定會給你票 打擊有錢人多少 2.5%的強積金 有錢人一定不用供強積金 其實就是供強積金的人 供強積金的人 到底他會不會覺得 如果他被扣了2.5%的強積金 是拿命的 或者他們覺得2.5%不應該扣 由政府獨立處資 有什麼問題呢